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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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收聽神中課 唯有你勝過一切 今天是3月16日 題目是他的子義 全新節是記載在史徒行轉 12章11節 彼得醒悟過來說 我現在真知道主猜獻他的使者 救我脫離希律的手 和猶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內文說到 貪觀赫西馬利園 是我一生中最深刻的經歷之一 在橄欖樹間漫步時 我想起救主的禱告 在《路加福音》 22章42節這樣說 父啊!你若願意 就把這杯切去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3字站在那裡 耶穌為了救我 而信服上帝旨意的地方 我當時心情真是 無法用言語來形容 上帝英運了他 因為他經常如此 然而他並不是 不想把苦杯拿開 只是他沒有其他方法 可以拯救我們了 當彼得被希律囚禁時 教會為他肯切地祈禱 這個是記載在《仕途行轉》12章5節 我想他們都必然曾經為雅各祈禱過 但是上帝在他至高無上的旨意中 允許雅各成為12個門徒裡第一個殉道的門徒 然而他卻奇蹟地拯救了彼得 當天使將他帶出家目時 彼得以為他見到異象 很快他就發現自己站在街上 並且意識到一切所發生的事 他很急忙地去約翰馬可的母親馬利亞家 很多人在那裡聚集為他祈禱 他想讓信徒們知道他們的討告得到肯定的答覆 當使女認出彼得 口入樓房通知 說他在門口的時候 他得到的回應是 你瘋了啊 他們很驚訝上帝竟然答應了他們的討告 他們簡直不敢相信 他們的回覆是 你瘋了啊 彼得解釋主是如何答救他 並且請他們把這件事告訴其他人 然後就走了 我們沒有被告知他去了哪裏 他最後一次出現是在《仕途行轉》第十五章 上帝一定會回應我們的討告 但是 不是全部都會如我們的期望那樣 有時他會說好 有時會說不行 現在不行 現在可以 或者是再等一等 祈禱不是要搖動上帝的手 而是要我們順服祂的旨意 上帝要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這個是記載在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 是啊 萬事 即是 即使我們經歷著生命中最痛的事 而他的答案 並不是我們所期待的 內文講到這裏 歡迎天人繼續收聽 拜拜